我們現在進到簡報這37頁這裡 我們來認識一下Blockley 因為剛剛我們用模擬器 可是實際上它還是有一點不一樣 你進到這裡之後呢 首先你可以看到哪裡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房子不見了 模擬器不見了 因為這是完真的嘛 第二個 有沒有發現多了一顆這個 模擬器沒有這個 這叫什麼 因為有些人很懶 你知道嗎 啊 載入範益積木 哈哈哈哈 有些人就說 我已經用很久 我已經 實在是懶得再一個一個丟出來 官方有提供做好的範益 你要有LG燈就按一下 但是要注意一下 我部落給又寫一篇文章 按這裡跟按這裡不一樣 平常很多人就喜歡按這裡 對不對 這樣是完全取代 按這裡是 你已經寫了一部分 我需要官方加持 就寫在 它就會丟在下面 你就可以把它做好的拿來湊下去 哈哈哈哈 這樣了解兩個不一樣 所以不要點湊地方 以後現在都空白沒有差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寫東西 這裡會不一樣 所以你看我點這裡 有沒有它問你說會取代 這裡上面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只是要加入官方的積木 就會用後面的加號就好了 它就會跟著一起進來 你看確定 有沒有 偷懶的人就是這樣子 對嗎 所以 待會如果你不會的時候記得 那你有救命的 哈哈哈哈 那你是不是只要把你的ID放進去就好了 開發板選對 是不是就OK了 還有腳位也要對喔 哈哈 基本的東西你要對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這樣你就知道 那再來左手邊這裡也有不一樣 你看我們剛剛 剛剛這邊 有沒有發現一個O跟一個S 因為它以前有特別針對不同開發板 S就是我們現在用的Smart 所以你如果切到這邊來 積木會比較少 看起來分類一樣 但是實際上裡面內容比較少 好 但是我們到部分現在都直接用All 那再來 左手邊有沒有發現 這裡的類別跟剛剛不太一樣 因為主要有沒有分 原件跟傳感器 一般來說 原件就是什麼 就是那種 不會回傳數值的 像我們剛剛開關燈 有沒有告訴你 你按著開燈 它就回傳 說我開燈了 沒有啊 你只是送一個指令過去 對不對 它就開 然後就關 所以像這一種就是 那另外什麼叫做傳感器 就是回傳數值 像超安波 它測距離 對不對 然後溫濕度 當然就會有溫度跟濕度 都會回傳數值給你 這種它叫做傳感器 那另外呢 這邊的資料庫 是只有Firebase 如果 我們剛剛一開始 不是有介紹Google的試算表 那個是在註冊版那邊才有 註冊版 所以它現在就是有點分開 有點分開 好 那再來呢 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就是 互動的方式會有點不一樣 剛剛我們沒有錯 我們在這個互動積目這邊 你按了燒杯是會跑出來 可是互動的時候 是不是全部都有 積目都跑出來 可是呢 在標準的裡面 它就是 你今天用顯示文字 左左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只有顯示文字 這樣你比較不會混淆 就是說你用哪一個互動方式 就只有那個積目會出來給你用 所以 大概是這幾個地方 比較不相同 其他都是一樣的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用這裡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的